尹東 很高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 領岩大學文化研究系 做的實習課程的經驗 這個課程我們就 我们的文化研究是这个实习课做了十多年 应该是2001年左右 每年实习课大概是20多个 都不够30个 我们就会被同学选择三类的机构 其中一类机构 包括一些是社区的组织 包括是社福机构 一类是一些艺术文化机构 第三类是媒体 其中一样最明显的是 如果从我们的角度 我们在大学教书 实习是一些所谓工作为本的学习 work based learning 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陌生的东西 因为我们在学校里面的 教书的环境通常都是课室 最多可能有些户外活动 或者叫workshop 但基本上都是一个 学习环境里面的学习 但实习是一些在工作环境里面的学习 而且一般来说 那个instructor 那个老师是不会跟着学生 去那个机构里面 去看他怎么做的 不可能 一次过可能有很多实习生 基本上都是违反实习的原意 要让他在真实的工作环境里面 这才是实习的 于是有趣的是 它是一个work based learning 究竟是工作还是学习 这本身是一个基本的含糊的地方 本地的机构都是通常透过我们老师 我们自己本身在香港也有参与很多 就是我们工作以外的一些公民参与 甚至我们的工作 所以发展出来的一些机构 然后去到三月的时候 我们有个简报会 再来briefing 给学生 学生开始报名 四月我们会公布初步的分配结果 是我们配的 我们做matching 去到四至五月我们就要学生去面试 去跟机构面试 入到现在 早期不是那么重要 现在很重要 因为其实每个机构 都可能有很大量实习的认证者 所以其实他要选择 现在竞争性很高 而且通常要配对 通常有三分一个学生 是要配对一次以上的 有些甚至配几次都配不够 因为被人弹回来 即是不收他 去到八月的时候 学生应该要完 已经完全实习了 一般来说 他要写一个 我们英文叫reflective assays 也叫反思性的论文 也有机构要交他的评估报告 佔他的总分的百分之四十 60%是我们做导师给的 所以其实你可以想象 下一个实习生去到做事 其实是一脚踢什么都做的 其实是 分工不是很清晰 他们两个都是 他进去 其实他发觉 都很典型的 一般我们想说实习劳动的特性 因为他很含糊 他可能被老板觉得 他好像什么都不懂 或者不是什么都不懂 而是老板其实不知道他懂些什么 有些什么是跟那个机构相配合的 所以其实他变成了 他什么都做 什么都做 什么都试一下 或者老板觉得 这个时候他有什么需要 你试一下做一下 尤其是一些他觉得 没有人不懂得做的东西 例如买杯奶茶 例如可能帮他交电费 这类的东西 于是他其实做的过程 两个都是 他都觉得其实是一个 有点陷陷糊糊的状况 这就不是他来选择了 他进去之后 他那个实习生的角色 令到那件事很陷陷糊糊糊 工作性质很陷糊 这个其实之前 很多学者都有提示出过 那种工作性的陷糊性 因为实习生 一般来说 纲位的界定是不清晰的 譬如我们正式工作 有个特别的代表 你是什么警察 你是哪个部门 很多时候不是的 有些机会有特定 他是那个部门的学生 但很多时候不是 例如这两位同学 他去到就没有 一个剧团就什么都包在里面